這個Netbar不嗎? 不過這個Netbar是這一體裡面 應該算最難的 所以各位要點心理準備 那它的做法其實並不困難 第一個一定要先插一個DIV 它外面是一個DIV 然後裡面的話呢是 一個項目清單 有四個項目清單 然後呢 再分別給它顏色 不一樣的顏色 跟什麼呢?上面的icon 分別可以設定上去 那怎麼設定呢? 首先第一個 慢慢就幫你來看 第一個我們 把它縮小一下 第一個 請各位 先把那個 剛剛我們本來是 有一個 項目清單的 有沒有有三個 請各位先把這個地方的 最新消息 跟那個認證 先把它怎麼樣 先把這個地方 底下的項目清單 先加個項目清單 不過因為我好像是分行 所以你記得 一定會三個點 這樣子就一個項目清單 那項目清單的話 你在 在程式裡面 其實 就是 HDML程式碼裡面 它的結構一定是這樣子 有沒有 一定是 UL 裡面前後一定是Li Li開頭 斜線 UL 一定是這樣子 當然你如果看得懂 這個HDML最好了 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你還是要注意 稍微注意一下這個範圍 再來的話 請你把這個範圍的東西 剪下來 剪下來做什麼 因為我需要 這邊Enter一下 我需要 在這個地方 加入一個什麼 加入一個版面 在 本來是JKMobile版 版面面板裡面 插入一個DIV 因為呢 如果你要加一個NetBar的話 一定要有一個 DIV 才可以變成NetBar OK好 把這個地方加一個DIV 然後呢 直接按確定就可以了 確定之後呢 你會發現 它這邊會出現什麼 新增DIV標籤內容 那你就把剛剛的東西貼上就可以了 好 那你會發現 它的結構變成怎麼樣 變成DIV開頭 有沒有 DIV結束 UL就是項目符號清單的開頭 項目清單的結束 LI一個 有沒有 一定是這樣的結構 所以你有時候呢 旁邊的東西不是裝飾的 誰要稍微瞄一下 知道 錯有的時候就出來這個細節 好 再來的話 請你把那個 這個DIV的角色 什麼樣的角色 其實在JKMobile很喜歡用什麼 DataRaw 就是資料的角色 就是一個NetBar 那在那個 JKMobile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 要不就直接 在這個DIV 後面加一個 DataRaw 等於NetBar 可是有的時候 你要去寫那個程式 你覺得麻煩的話 教各位另外一個方法 請各位看一下 以後如果你不想要寫程式 有些程式呢 它會自動幫你產生在哪裡喔 不過 恐怕你要稍微找一下 請注意一下 右邊這邊 第一個 標籤 什麼 檢視窗 這個 第一個喔 第二個的話請你往下找 有一個 JKMobile 就這個東西 非常的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 找不到 就是問題 出在這裡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以後 只要是JKMobile 裡面的那個 相關的標籤 你就不用寫程式 有些書裡面就叫你要寫程式 我覺得那沒有必要 你就在那邊改一下就好了嘛 因為它都已經有了嘛 你就直接拿來改就可以 完全不用背任何的程式 一般坊間的書籍 你去坊間找一下JKMobile的書 通通叫你用手打的 好像很少看到有人有講到這一段的 不過說真的 那也是我無意之間亂找找到了 發現 這邊就有了 幹嘛要自己打 你要自己打 可以啊 你開心 自己打上去 也沒問題 OK 再來的話怎麼做 第一個喔 一樣選舉狀態對不對 找到 標籤檢視器的 JKMobile 往下找 它這邊一定是 它這個屬性有沒有 一定就什麼 Data什麼什麼 Data什麼什麼 其實以後關鍵都在這裡 其實以後的App的所有效果 都靠它了 那裡面的話 如果你要做Napbar 請你找到一個標籤叫 Data Roll DataRoll R開頭的 DataRoll有沒有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DataRoll 那你會發現它現在是Content 然後不是 我們再點一下 再選一下 好 確定一下 因為這個 剛剛應該是選這邊到這邊 OK 不應該出現Data 不應該出現Content才對 所以你重選一下 那怎麼選 一樣 DIV到DIV 這個時候 DataRoll 的標籤裡面 旁邊有關鍵喔 這邊點一下 它的角色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做 Nap 有沒有 Nap Napbar 就這個 OK 關鍵在這裡 不過我發現有些同學可能還不太熟這個環境 1 選這個 2 資料標籤 改成Napbar 好 點下去 這個時候 Napbar 會不會出現呢 我們可以預覽一下 這個時候有沒有 它就已經出現了 一個bar出來了 但是這個bar 目前還沒有超連結 所以需要怎麼樣 讓它做超連結 第一個 做超連結 第二個 顏色好像 稠稠的 所以換個顏色吧 第三個 加一個icon 對不對 要做出來類似像剛剛我們看到的 這樣的效果 剛剛這個 這樣子 有沒有 那怎麼改 第一個 超連結應該會改 選它 選最新消息 連結 請你找到什麼 頸 加一個頸 Page 1 Page 1 OK 那為了方便 你就把這個前面複製一下 然後按個Enter 這個就有了 這個 新書一樣 2 3 好 再來 當然你可以切到那個瀏覽器裡面 讓它重新整理一下 重新整理 為什麼沒有 因為我沒有save Ctrl S 把它save一下 再來一下 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加超連結之後的效果 有點不太一樣了有沒有 點下去 最新消息 新書登場 認證課程 有了對不對 第一個 第二個 如何加顏色 第三個 如何加icon 加上去的話 最後看到 就會是講這樣子 OK啊 不過 試試看好了 這個最難的 今天 Netbar 如果你做得出來 應該就 簡單的 好試一下 那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1 先把這邊 選起來有沒有 做成項目符號 你可以把它剪下來 2 插入一個 DIV標籤 再把它貼回去 3 記得喔 選一下這個 他原來是沒有 他其實幫你加了什麼 加這個東西 有沒有 原來長這樣子 那你其實是在哪邊呢 資料標籤裡面 改成 Data rule 但是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看到content 請記住喔 不要再往下了 先重選一下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把content改掉的話 content就不見了 他有的時候會選錯喔 有時候可能要 重新 再把它載一下 這個有時候這個小細節 然後一樣 把這個選一下 確定一下位置 再從 DIV 選到DIV 再看一下 Data rule 沒有 選一下 把它改內bar 這樣就OK了 再加超連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內bar 超連結 變顏色 加icon 這樣子的話 我們內bar就做出來了 不過 可能有些細節 給他自己動手一下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看 看到content 那個Data rule 看到content 你就不要繼續 你就重新再來一下 因為可能 那個選的範圍 也許是 裡面資料沒更新 所以你再更新一下 因為如果你把 把content改掉 他變成content不見了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